近年来,国际社会呼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的声音不断 其中说的最多的就是取消五常的一票否决权 因为否决权在很多时候被滥用了 导致很多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进步的议案 因为各国间的私院而不能通过 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直言不讳 不点名地批评了美西方国家 据观察者往日前报道 在出席安理会公开辩论会时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直言不讳的表示 安理会有不少国家其实都属于一个政治集团 表面上这些国家是主权国家 但事实上他们却是一个圈子的 并且服从同一个国家的领导 这个政治集团经常在安理会强推决议草案 最终也导致了其他国家不得不使用否决权 张军大使强调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根源入手 也就是说必须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独立自主的国家进入安理会 这样才能够解决安理会组成不公正 不平衡的问题 毫无疑问 中方代表的这番发言 的确是语经四座 因为在此之前大家都知道 在联合国安理会出现了 以美国为首的一个政治集团 但是没有任何国家将这一个事情捅破 但这一次中国却戳破了这一丑陋的真相 尽管中方没有对任何国家进行点名 但大家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揭开美国的遮羞布呢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导致中国不得不这么做 一方面 众所周知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很少动用否决权 很多时候选择保持中立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内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 投弃权票的情况是最多的 因为当时咱们中国需要韬光养晦 没有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 中方基本上都会弃权 以免卷入国际争端 在中国日益强大之后 中方就开始较多的使用否决票了 因为想中立也中立不了 某些决议事实上已经牵涉到中国 甚至涉及到中国的关键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就不得不投下否决票 于是西方国家就开始栽赃中国 说中国阻挠联合国的决议通过 所以中方有必要讲明白 是西方国家抱团不经过充分协商 强推决议草案 才导致部分国家使用否决权 另一方面 目前要改革联合国的呼声是越来越大 日本 德国 印度等国都挤破头的 想要进入安理会 甚至是担任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是有可能扩大自己 在联合国安理会影响力的 于是中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那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政治集团 主导安理会 联合国必须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能够独立自主的国家进入安理会 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必须突破美国 在安理会搞政治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